林黛玉的铅铅玉手让剧组太费心 为打造着双手 化妆适用油彩画了两小时 林黛玉入甲府的短短几秒钟 成为剧中最经典的存在 仅凭借一双手 就刻画了林黛玉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 林黛玉出道 垂花门落胶 周瑞佳的领着丫环迎接 胶子刚落下 撩开脸 镜头捕捉的不是林黛玉的脸 而是林黛玉的手 从这双仙仙玉手影射出林黛玉的美 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 拥有诗人的气质 知书达理又多愁善感 多重情感集中在一双仙仙玉手上来体现 可想而知难度之大 彼时的化妆师杨树云已年过六旬 但为了更好地还原原主 她不仅连读欺骗原主 更是找到适合彼此的妆容 甚至为了体现黛玉 指如薛葱根 白皙透亮 美如柔衣的美 用了两个小时来化妆这双手 杨树云先是把这双手抹了油彩 不料在镜头下却显得老气 不行 洗了重来 这次杨树云先是用护手霜在上定妆粉 随后涂上白颜色指甲油 为了彰显美如柔衣 杨树云更是自掏腰包花钱 买了一颗银色的珍珠小戒指 戴在这只手上 在杨树云细心雕刻下 仅仅出近三秒钟的镜头 成为了林黛玉最经典的镜头 除了林黛玉的先鲜御手 剧中的其他角色 也像是从书中走出来一样 满足了我们对原著中所有人物的想象 演员们无论是从服装 妆容 还是音乐 或是音乐道具 都做到了极致 也因此87年的《红龙梦》 一经播出就火遍大江南北 被人们津津乐到三十余年 成为了无法逾越的经典 听了背后的故事 我们才知道 经典之所以是经典 和台前幕后人员的匠人精神 是无法分割的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评论